打牙 重重一摔好俐落 看起来有先练过 民进党北市长参选人陈时中 到健身房观摩综合格斗 练习防身术 难道是要防蓝白的甲级吗 因为蒋万安对于陈时中的疫苗议题 再度出招 下个星期我们就会正式去告发 告发陈时中独职啊 疫苗采购合约遭到涂黑遮蔽 蒋万安呛瞎下周19号 要找立院同事告发陈时中独职 陈时中反应也很快 马上反将疫军 但蒋万安不仅打陈时中 也对黄珊珊出招 之前北市府买到黑心快筛 厂商脱产 急欠上百万没有还 蒋万承诺上任之后 一定追究到底 把钱讨回来 这家厂商它如果是黑心厂商 它就已经脱产了 我们现在用假扣药的方式 还不见得扣得到钱 我不知道蒋万安 要用什么方式去讨一个空心 如果是一个黑心空壳厂商 它可能钱也讨不到 所以这就是一笔烂账 难道要找讨债公司吗 蒋万安大战绿白参选人 首都市长之战 疫情仍是三方交火重点 华语新闻科冠成李定强 台北采访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 华语新闻的YouTube频道 并且要开启小铃铛 只要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